今次我们由沙基湾开始 一直沿着海边向西走 看看这样走法 我们最后可以走到哪里 我们这次就会由沙基湾 谭公庙作为起点 虽然在海边 但谭公庙不是与渔民有关的庙 我之前有条片介绍沙基湾 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 去沙基湾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搭地铁去到沙基湾站 我自己就搭巴士102号 去到总站下车 跟着就向着海那方面走就可以了 沿着这条马路就会去到海边了 我们先欣赏一下 由沙基湾看出维港的海景 大家看看这条船多么特别 它把空的啤酒罐 挂出来 好像一个风铃一样 去到避风塘的另一边 差不多10多分钟左右 那我们就过对面马路 去爱秩序湾公园看看 外秩序湾公园 最特别的呢 里面就好像有另一个海 和有些渔船 那里面那艘大渔船呢 就是木造的 不过里面就什么都没有 不过如果小朋友来这里玩粥呢 这个位置都很不错的 那去完公园 我们就过回马路 转左 继续沿着海边一路走 那我们会一直走到前面 这道很高的大厦 加坑湾 那然后就转右 那就穿过他们的巴士总站 去到加坑湾的另一边 那一穿过来呢 现在就会见到东区SOHO 和水景基地的 那一直沿着 东区SOHO的食肆 旁边走 然后再拆进去 西湾河的海滨公园 那我们又看看 西湾河看到的海景 西湾沿着海滨公园 像天湾沿着海滨公园 再继续沿着海滨公园 我们继续沿着海滨公园 一直沿着海滨公园 一直沿着海滨公园 我们会见到 葛亮熊消防船车 传一路 之前我在另一条片 我也会介绍到这一只船的 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 当你走到差不多是这个海滨公园的尽头的时候 草丛旁边就会有一条小路 只要你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 穿过去就会去到质鱼葱那部份的海滨花园 来到质鱼葱海滨公园 就会看到这些不同运动造型的艺术装置 这一天有些雨 所以看上去好像烟雨蒙蒙的围港 还有这一段公园是宠物公园来的 走到公园尾 我们就转左 由这两道闸门离开 过了闸门之后 我们就转右一直走 这一段就不是海滨公园来的了 只不过这条路是近海的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走 最后就会去到渣华道近香港殡仪馆 来到渣华道这里 我们就转右 沿着渣华道一直走 渣华道有很多政府部门的 很像警察局 廉政公署总部 海关总部 一直走到电照街 我们就可以转右 一直走回海皮了 当差不多走到海边 就会见到这个红箱 里面摆放了很多神像 好像观音和关帝 还一直有人供奉天 一直走到北角码头 那码头附近就有一个新的商场 叫做北角会 北角会的前身就是公共屋处 北角村来的 那为了吸引人流 北角会定期都有不同的户外主题装饰 吸引大家去打卡 那我们就到了北角码头 其实这个码头都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不过现在这个码头还有船去九龙城和红磡 北角码头的特色就是里面有海鲜档 通常都是大家买海鲜回去加菜的 不过之前就有电视报道过 有些档主就将海鲜 卖给人家在码头放生 转过头 他们就又在海里捞上去买 不知这些算不算是循环海鲜呢 那由码头看上去 上面那一条就是东区走廊 那下面这只船就是洋子经 专做为港游的 那我们一直走到街尾这个街口就转左 那一直走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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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华道街市的街口呢 就转右过马路 那就去到糖水道 再由糖水道呢 就转入去和库道一直走 那一直走到 那一直走到城市花园酒店 前面的路口就转左 那就是在下一个街口转右呢 就会进来电气道 那我们就会沿着电气道呢 一路直走 直到见到屈神道呢 才转右 那一直呢 那一直呢 就向海那方面走 那便会见到东岸公园的了 那这一段路呢 是比较麻烦的 的 希望那些政府呢 可以搏回北角那段 成为一个海滨走廊 欣赏下落大雨之下的东岸公园 和这一段望出去的维港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我们在东岸公园可以一直走到中环小道的排气口 走去排氣口這條酒廊上 就掛上了3000多個飲品的膠瓶蓋 雖然風很大 但是仔細聽 都可以聽到他們發出的零聲 我們就從東岸公園第二邊離開 穿過橋底一直沿著這條路向前走 走到手指指這個街口就轉右過馬路 過了馬路就會是銅鑼灣消防局 我們可以繼續沿著這條路在海邊走 不過我就在這裡轉過馬路穿圍園找食物 到底我吃了什麼呢?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繼續走下去 今天從沙京灣沿著海邊走到銅鑼灣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 請你點讚、留言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我們下一次由銅鑼灣繼續沿著海邊走 拜拜